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平安 很高兴我们仍然可以在线上 借着这一期的活泼的生命 一同来领受神的话 愿圣灵今天再次的对我们的心说话 并且借着祂的信息 兼顾我们的信心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去使雅哈得见你 我要降雨在地上 以利亚就去要使雅哈得见他 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 雅哈将他的家宰厄巴迪照了来 厄巴迪甚是敬畏耶和华 耶喜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厄巴迪将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雅哈对厄巴迪说 我们走遍这地 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西边 或者找得着青草 可以救活罗马 免得绝了牲畜 于是恶人分地游行 雅哈独走一路 厄巴迪独走一路 厄巴迪在路上 恰与以利亚相遇 厄巴迪认出他来 就伏伏在地说 你是我主 以利亚不是 回答说 是 你去告诉你主人 说 以利亚在这里 厄巴迪说 仆人有什么罪 你竟要将我交在雅哈手里 使他杀我呢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无论哪一帮 哪一国 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 若说你没有在那里 就必使那帮那国的人 启示 说 实在是找不着你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 说 以利亚在这里 恐怕我一离开你 耶和华的灵 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这样 我去告诉雅哈 他若找不着你 就必杀我 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 耶喜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说 伊利亚在这里 他必杀我 伊利亚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君之 耶和华启示 我今日必使雅哈得见我 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古代的京东地区 他们对宗教传统 崇拜其他的神明 一般都是采取公开 或者宽容的态度 因为大家都不想得罪 他们不认识不了解的神明 如果真的有逼迫发生 很可能就是有某一个宗教 威胁了主流宗教的利益 或者在上执政掌权者的立场 才会展开逼迫 在今天的经文里头 我们知道 当年的皇后耶喜别 正是因为耶和华的信仰 威胁了他所提倡的巴力崇拜 他担心这整个耶和华的信仰 会动摇他的政治影响力 所以他就大力地迫害耶和华的先知 期待透过这些逼迫 能够彻底瓦解 耶和华信仰的群体 然而在乱世之中 仍然可以看见 有敬虔忠良之事 他们的生命品格 赢得了当权者的信任跟欣赏 而能够位居高位 也因为他们位居高位 就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 去守护正直跟公益 甚至提供庇护 给那些受迫害的群体 而当年的俄巴迪 正是这样的人 他能够运用他的影响力 将耶和华的先知 给藏了起来 逃避耶和博的迫害 他供养 并且保护他们 免遭杀害 但是他所冒的危险 跟所付的代价 却不为外人所知 在人类的历史上 要到很久之后的时代 才有那些不容一己的 系统性宗教迫害 而常见的迫害 通常都是基于政治的因素 因为他们的政治 跟经济影响力太大 违及了当权者的自身利益 于是就会想要用各样的手段 来削减敌对的权势 当年的耶西别 他的目标 就是要把巴黎 立为以色列国的国神 来取代耶和华 这是他忠于巴黎之神的表示 当巴黎的信仰大行祈祷的时候 那些信奉耶和华的先知 当然会基于宗教 政治个人跟传统的理由 来反对这样的改变 而他们也最有能力 在百姓中间 去发动大规模的反对跟行动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先知必须要被铲除 幸好当时有像俄巴黎这样的人 保全了一百位耶和华的先知 而当以利亚遇见俄巴黎 要他去告诉亚哈王的行踪的时候 俄巴黎他就非常的战惊 因为他唯恐 如果先知以利亚到时候没有出现 他反而会被亚哈王 或者耶西别来攻击 迁怒 甚至性命不保 而先前他努力保全耶和华先知的事情 也可能就会败露 因而牵扯更多的人使人受害 所以才会有俄巴黎跟以利亚这一段的对话 然而当时先知 这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他说 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否 曾经为了持守信仰 或者为了保护敬虔之事 而冒着生命的危险呢 或者说 你是否曾经为了对的事 为了合乎公义正直的事情 你甘愿冒着付上生命代价的危险 去坚持呢 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 其实宗教迫害 仍然层出不穷 我们也知道敌基督的势力 对于基督徒的迫害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甚至反而有日益加剧的情况 我们要求神兴起 有更多如同俄巴迪一般的敬虔之事 他们能够运用自身的品格跟生命 赢得信任跟尊重 使得他们能有适当的地位跟身份 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 为神所用 能够保护属神的百姓 能够维护公义跟正直 我们也求神能够兴起 如同以利亚一般大有信心的仆人 因着对神的认识 因着他对全能神的信靠 能够勇敢地站起来 面对逼迫 甚至无所畏惧 也因着神的仆人对上帝的认识 跟对上帝全能的信心 就不害怕公开地接受挑战 并且能够公开地挑战 那黑暗的属灵权势 使神的名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主让我们再一次地 从属灵的历史当中 我们看见 的确需要有人 能够站在破口上 在危难的时候 挺身而出 发挥对的影响力 来保护那敬畏真神 并且行在真理当中的子民 我们就为着像俄巴迪这样的人 能够在今天的世代 依然能够站出来 并且为了神的家刚强站立 我们也巴不得你也兴起 如同以利亚一般大能的勇士 那些属神的人 因着对你的认识 信心 能够面对这世代 对于真理的挑战 对于真神信仰的挑战 愿你亲自借着你自己同在的全能 使这些愿意刚强站立 为你做见证的仆人跟使女 他们就经历了你自己的信实 并且让这世代的人 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 满有能力的真神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放